大家都知道买基金投资基金,但比较少有人关注基金公司的股票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家澳大利亚本土的公务基金,Platium Investment Management。 我们可以翻译成国金投资,在交易所的代码是PTM。 这家基金公司规模在245亿澳元,客户群体以澳洲本土投资人为主,投资风格相对保守。 他们旗下的国金信托占据管理的总资产的70%,而该信托中头部的两大产品又占了信托中接近90%的资金量。 因此,PTM的表现基本上就看这两大基金产品的表现了。 那么,PTM基金的表现如何呢? 从基金表现上看,旗下规模最大的国际基金的长期表现是不如大盘的。 旗下第二大的亚洲基金,收益率也只能勉强跑赢大盘。 考虑到基金的各项费用和门槛,似乎并不如直接投资指数来的划算。 那么,PTM本身的股价应该怎么看? 至于PTM的股价本身,今年资本市场的底层基本面逻辑之一还是经济复苏。 因此,市场整体上依然有很强的上升动力,而PTM本身的股价也仍然处于上升通道之中,因此理论上仍然有上行的可能。 比较尴尬的是,上一季度的回调让旗下基金的收益率受挫比较严重。 此外,投资人流失,管理基金规模缩水,机构投资者比例过低,从而使资金状况不稳定等问题,也给PTM的股价上行造成了极大的压力。 好的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跟我们讨论,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。 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,291-880-418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,记得点赞,收藏,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